我解放军这一次的围台军演 台湾媒体到现在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有了新的大问题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我是卢中成 从赖清德篡美到美日韩 近似建立了军事联盟 再到我国东部战区 全向围倒进逼 整个台海局势 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内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台湾媒体也是每天批量的报道 说检测到了多少我解放军的战机 和军舰的活动 而直到最近 台湾媒体才后知后觉的 突然发现我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 里面有一个大问题 这个事情的源头 是一个台湾媒体所谓的名嘴 在分析我解放军 这一次围台军演的时候 他发现了新情况 按照台湾媒体的说法 以往的几次我解放军围台军演 我们大陆都会详细的通报演习的地区 和时间点 比如位于东京多少北北多少 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结束 甚至还会在地图上画出范围来作为提醒 防止其他无关的船只误入 但这一次呢 我解放军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结束 也没有告知军演地点在哪里 反正就是在台湾的周边 这个信号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从台湾媒体的视角来看 我解放军这个做法 相当于是向外界表明了 这地方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我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搞军演 不需要说那么清楚了 知道有就行了 要往深处说 这个其实可能就意味着 以后我们的围台军演会变成常态化 就和之前军机绕台一样 不需要再说什么公告了 我们每天都会去 想去就去 事实上台湾媒体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除开未来常态化的围台军演 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那是和对付日本类似 要用疲劳战术消磨台岛内守军的士气 此前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不断的进行着远海训练 每次我们军机一过去 日本那边就拉响警报 全程进行监控 向我们中国示威 意图表达我也不怕你的意思 但是久而久之 日本空军自卫队就受不了了 一年九百多次 日本它整个机队都需要24小时待命 全年无休啊 哪怕人受得了 它的飞机也会磨损率大大提高 到后来 日本也就实在撑不住了 干脆摆烂 再也不管我军的飞机来不来了 如今说到我们常态化围台军演 我军每天在你身边转 台岛得时刻保持着紧张 久而久之呢 台岛内一定也坚持不下去的 能达成这样的效果 对于未来我们解放台湾时 效率会大大提高 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实际上 从这一次我东部战区透露出来的 部分演习内容来看 不论是多元情报信息 还是超市距对海打击 又或者是海陆空立体联合反潜体系 这些项目都可以看出来 国军已经做好了 在解放台湾时后 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战场情况 我们准备好了 那美日韩将来要来 它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而且岛内分裂势力 长久以来割裂我们中国领土 邪阳谋独 最终将自取灭亡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欢迎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